吳玉山委員 謝謝主席各位同仁 今天列席的李部長 還有王署長 謝署長 還有葉署長 還有鳥葉署長 麻煩我是不是請李部長跟銀建署的葉署長 來部長跟葉署長 部長好 委員好 台北市郝市長 現在任命張金二教授來擔任台北市的副市長 第一個目標就是要解決文林院的問題 那我們都知道文林院問題 如果不從個案來看的話 它是都更的一個問題 那又可以分成法律的適用的問題 跟政府的執行的問題 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或者是不一樣的話 請葉署長來做一個補充 你覺得文林院如果台北市 他現在要解決的話 按照目前我們還沒有修改的都更條例 他有沒有能力解決 還是說正本清源之道 要等我們現在已經送到我們內政委員會的都市更新條例的修正案 我們院版的內政部的版本 才能夠比較一勞永逸 在還沒有都更條例 就是用現在現行的 我個人的看法要解決的話 是要由建商 就是德標的建商 還有市政府 還有王家 坐下來 尋求一個 一個可以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個辦法 但問題是現在就沒有辦法 他三方沒有辦法 所以我現在的問題點是說 張經哥他有通天的本領 可以這樣解決問題呢 還是說我們的法律的修正 可能跟他駐他一輩子力 會讓他更有機會 因為當然我們今天沒有時間討論我們這次的院版 但是我覺得內政部的整備很周全 把各方的意見都已經收納進來了 所以我現在的出發點就是從問題的解決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他能夠解決嗎 那他如果不能夠解決 整個文明院的又把台北市的都更安卡住 台北市的都更安卡住 又全國的都更安卡住 那這樣的話等於對國家也不好啊 兩個這個看法 第一個看法 雖然發生文明院的事情 但是全國的都更安 並沒有像大家一向認知一樣卡住 因為如果以去年來講 因為我們內政部營建署 我們的行政員給我們的任務 是一年要辦好25個案件 我是說全國 那去年是有32件 但是最主要是悉尼因素的影響 以及對大台北地區的都更安的推動 我想這個是一個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是有希望 但是這個希望恐怕要解決文明院的問題 是情緒上的問題 而不是在法令上的問題 不是法令上的問題 我認為不是法令上的問題 那我想張教授他應該是有準備 既然我想是有準備 好部長 那我想從葉爽再回答 就是說如果張金二副市長他到任之後 他覺得需要中央來協助的部分 來求教或者請中央來做協助的話 站在內政部的立場 你應該會 我們會給予最大的協助 但是這還是執行面的問題的 這我不認為這是法的問題 所以他如果執行面下去的話 任何情況之下都不會涉及到中央嗎 因為即使我們新的都更條例 修法通過也不受既往 所以這個是剛剛我們署長講的 三方坐下來 談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一個方案 我覺得那是一個最佳的方法 新的辦法出來 其實對他們的幫助不大 剛剛您的口頭報告裡面有提到的概念 可是我看文治長你沒有寫 就是對人民的私有的 被政府列為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問題 你認為那個比例太高 政府也沒有能力嗎 你如果要徵收25000公頃全國 你大概7兆以上的信貸幣 你根本沒有那個錢 所以剛剛部長說 你有準備政策上要開始解編 我們已經訂出一個 這個政府就是公設土地 這個政府長年沒有用的 我們會重新 因為這樣講好了 譬如說少子化 其實不需要那麼多學校了 學校預定地 但是學校預定地就應該把它解編 對 那因為人口結構改變 所以有很多譬如說停車場不需要了 沒有錯 現在營設 這個募兵了 營設也不需要那麼多 也不需要了 所以整個社會變的都市計劃改變了 所以很多的公共設施既然政府沒有錢徵收 就應該把它解編還給民眾 本席高度的支持部長這個政策的方向 但請問部長 這個最快什麼時候能夠做 我們最快 我們現在辦草案訂出來了 我們已經辦了很多的說明會 好像從現在到四年之內 四年之內 四年之內我們會訂出 第一個辦法訂出來 第二個檢討都市計劃 然後逐步逐步解編 我們去 然後且經費我們都籌到了 在目前的所有的經費一億九 所以我相信立法院你們好好去規劃立法院會支持這個政策 但是從這個政策的本身 最近營建署業務長 最近營建署有關成立融機銀行的問題 有沒有 就是融機所謂的 我們目前的制度是 建商也可以跟地主買 他的公共設施保留地來捐給政府 或者建商繳貸金給政府 可是最近營建署 據說有一個新的方法出來 那麼已經有地主跟很多建商 在不斷的聯名 那本席今天是在那個中立的觀點 我沒有贊成或反對 我想要問署長 本席到目前為止聽到的 地主都覺得說 以土地徵收條例 那是我的 我叫你建戶拿一做公共設施保留地 已經很可憐了 現在你還要壓榨我 全部都交給政府 然後再低價賣賣給 你低價跟政府低價跟地主買 然後再高價賣給建商 那這樣的話有沒有違反土地徵收條例跟違反憲法保障人民的權益 我想是這樣 這個公共設施保留地的處理會做兩部分 一個是以徵收的部分 剛才學校用地 譬如說老松國小 他這個最剩的時候是一萬兩千個 現在大概六百 六百 這個差距太大 這就是以徵收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未徵收的部分 那未徵收的部分經過 我們如果把這個通學的時間 捷運交通的改善 範圍以1.5公里 對學生來講 所以是可以解決很多部分 那當然 當然 未徵收的部分 我們是會還給老百姓 但是還給老百姓是透過一種方式 因為他原來是公共設施保留地 所以他必須要經過多數計畫的變更 比如說變更為住宅區或變更為商業區 但是因為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 然後用跨地、跨區的區段徵收 那政府必須要投入一些建位去做公共設施 所以政府會分一點 民眾會分一點 民眾是不會吃虧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如果由政府來做莊 那我們那個土地的價格 它是跟市價是差不多 所以 我們現在跟建商 有一些看法不同 只是在那個計算的公式 市長 我現在的看法 我不是從建商的觀點 我是從地主的觀點 地主認為說 現行的方法對它比較有利 你們未來的改革方法 對它形成相對的剝削 這不是會不會 因為你們沒有跟人家溝通過 你們還沒有公聽會 我們公聽會是跟地方政府 然後跟業者 因為這個土地 剛才講過 兩萬五千公頃 這個地主實在是非常多 那未來還有機會跟地主溝通 就是說都市計劃通盤檢討的時候 因為我們公司保育地 這些東西要還回去 它必須要經過都市計劃的通盤檢討 來解鞭 那在通盤檢討的時候 地主就可以陳述意見 部長 我想請您坐下 我補充一下 謝謝 現在就是因為 為什麼要賣融機 對 所以說我這塊土地被政府設定了 變成公共設施保留地 我也領不到這個政府的 承受的錢 所以我只好 賤賣 對 但是現在跟政府講說 你不用擔心 我們今天幫你解鞭以後 再透過這個都市計劃 你會變成一個比較高價值的土地 所以我是覺得給我們幾年 我們就從頭作業 因為兩萬五千公頃作業的時間漫長 漫長的 對 我們希望四年之內把它做完 對 我們會照顧到地主的權益 這件事情做完以後 未來所謂的融機移轉 它的這個壓力就不會那麼大 所以我們是希望 從根本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部長本席剛剛一開始就肯定你的政策方向 但是我覺得一個好的正在推動的時候 是 那個社會溝通的細部的論述很重要 沒錯 所以我目前接收到的訊息就是地主全面都在反彈 是 然後建商認為這個對他也沒有好處 所以建商也樂得地主去反彈 然後好像營建署很費勁心力想要幫政府做一個大的政策或土地的有效利用或突破 反正這個量測美意 社會感受不到 所以我覺得如果形成這樣的一種誤解跟扭曲的話 我覺得犯不著 我們會做一個 我們會再加強溝通 所以我希望部長這個事情不要只交給營建署單純去推動 我覺得你部會議的時候要不斷地把它當作一個專案 來盯他 這是我們內政部的最重要的計劃 最重要的計劃 在院裡面我都跟副院長都做報告了 對 是 還有 業務長你請回 還有最後的部分我想因為治安的問題最近有點蠕動 但是本席曾經不斷地談也跟部長對話過 我也跟總統當面建議過 就是因為台灣的毒品的氾濫而所產生的犯罪案件的比例 一直沒有放到我們治安調查裡面的一個內涵 換句話說 你注意看 現在建議當中有超過五成的人是因為醃毒犯進去的 販賣 吸食 使用 或者是轉售各方面進去 你先不要講Ketamine那些東西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台灣的治安的如果會惡化的話 我想大家的共識就是因為毒品直接間接所引起的 那這麼嚴重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我們內政部的治安的調查或警政所 治安調查 不把因為毒品而產生的犯罪案件的比例 去把它算進去 然後開始逐步產生一些政策上 或者是一些方法論上的東西呢 否則你用全班刑案比例 破案率上漲 然後刑案下降 基本上社會的感受不會那麼強 黃署長 因為我們這些案件的比例 就是按照案件來分類 比較影響治安的案件 比如說全班刑案是一部分 另外就是暴力犯罪 罪罪、窃盜、詐欺 每一項都有 那您剛剛講的 就是說 這些案件裡面哪些是因為跟毒品有關而發生的 他是因為 他犯罪的動機是因為他要吸毒 所以他去搶劫 去詐欺 去強盜 這個每個講的就不一樣了 對 因為有的人會講 有的嫌犯不講 那沒有關係啊 你凡事起頭呢 你只要開始有做的話 你就看出個趨勢啊 我們本來就認為很多 很多案件的發生 像強盜、搶奪、竊盜 會跟毒品案件有關 所以我們有加強毒品人口的監 就是 訪查這些問題 還有驗尿這些問題 所以你列那個東西 你說 這些案件跟百分之幾跟毒品有關 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啊 我覺得有意義 而且現在還有 這個 您也不要全部講到是我們警政署 因為呢 在整個國內的毒品防治 沒有錯 我們是其中的一環 一環 包含法務部 它有分組 沒有錯 海巡署都有 它有分組 沒有錯 因為 整體來講 毒品防治匯報是在法務部 對 那我們對於毒品的問題 我們不是不重視 我們 除了專責單位的成立以外 另外我們幾次的 重大的專案的執行 包括從去年12月7號開始 因應第三句 謝謝 部長 本席今天不是要討論毒品 本席是從一個大的政策 因為你內政部嘛 所以你去了解整個治安的情況的時候 是所有的治安的狀況 或者犯罪的案件 因為直接間接 因為毒品問題 或吸毒或使用或銷售或販賣所引起的 我覺得這是有意義的 我希望你從政策高度當中做一個判斷 第二個 有一個高中的教官告訴我說 他發現只要有吸食Ketamine的孩子 他認為他的犯罪傾向 在校園當中就會比較嚴重 所以我覺得我們由小見大 官為支柱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 請部長要特別重視 還有我是不是最後一個建議 我們少年隊 雖然不能進入校園裡面去干涉學校 但是對校園當中 長期泛濫的Ketamine的孩子們 少年隊應該把他們找出來去做驗尿 如果你校園的全部驗尿沒有辦法進行的話 你至少少年警察隊在這個部分當中 你要去做 隊友依犯傾向的這種Ketamine的 校園使用者的問題學生要去做 否則的話我覺得今天Ketamine的問題在校園是非常嚴重的 好不好 這個教育部也有個春會專案 春會專案 是教育部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會協助他們 好 謝謝部長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